未在淡水知名的景點 漁人碼頭在情人橋旁邊 可以看到一幅一幅的畫作 就掛在漁會後方的欄杆上頭 這可不是藝術家的彩繪作品 而是淡水國小與淡水漁會 共同合作的創作壁畫 而這次的壁畫的主題是 娛樂悠遊 由美術班三到五年級的學生 共同創作出十六幅的作品 對於自己的作品 被掛在公共空間展出 小朋友們都非常開心 這個作品就是大魚追小魚 小魚再追小魚 最後追到小蝦米 這些魚都是那個象形文字 除了這個蝦米 其他都是象形文字畫的 然後就分組創作 我們這組就是 用中國的圖形 然後把它改變 我們這組就是比較類似 水墨的白色的底 然後就是加一點顏色進去 這次由小學生經過分組之後 所創作出來的作品 大家都相當用心 學生說這次作畫的內容 大多都是以象形文化 還有許多幾何的圖案作為基礎 再用水彩顏料來進行上色 不少學生知道這些作品 在完成之後 會拿來到公共空間給大家展出 學生們都感到相當的有成就感 校方也希望藉由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心 那希望透過這個公共藝術的創作呢 我們以魚的象形文字 然後呢做了這個 整個造型的改變 同時融入了我們西方的這個藝術家 比方說像碧卡索 莫內等等的這個繪畫的方式 希望孩子能夠用在地的這個藝術的天分 然後結合在地的文化 一起然後共同完成 我們這個社區的美感的作品 然後能夠讓更多的人 重視我們這樣子的美感教育 跟我們社區的文化 眼前這些畫作是從淡水河港 魚鄉的認識為奇墊 藉由魚的象形文字作為 發想參著西方藝術大師 米羅范古比卡索等創作手法 呈現出魚兒活躍 悠遊充滿生命力的畫面 同時也藉由公共藝術大型製作 訓練孩子們的融合社區資源 挑戰創作巨幅作品 展現自信心與表達力 透過藝術的力量 美化自己的家園 記者是端倫帶水採訪報導